我們現在開始採訪 那可不可以請陳醫生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陳褲子 俄東城 然後褲兒漢介的政治人士 然後剛來到台北工作 然後是花蓮的阿美族 然後的主名叫古拉什 古拉什是什麼意思 古拉什有一個意思 然後人家製作是除草的意思 然後是除那個水到旁邊的草 然後但是古拉什是一個 它是一個名字 但是我們說除草是一個洞 所以我們除草的那個名字叫古拉什 所以那種的名字就是古拉什 但是是名字 所以就沒現在名字這樣 那你現在在哪邊服務 現在在台大的原住民服務部 學院中心 很好 就是這樣 對然後 剛 畢業當完畢 就這樣 那你以前是學什麼 以前是學那個 民族民族相關的東西 對 然後是 東華大學民族學的畢業 哇!你東華大學民族學的畢業 哇!你東華大學民族學的畢業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 那你在 我知道之前花蓮也舉辦了蜂年祭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們 在花蓮 家鄉裡面舉辦蜂年祭的事情 嗯 花蓮舉辦蜂年祭 其實是很久 就是已經 就是原住民的 他們族的一個期期了 然後 從小時候我就有參加 然後我們的蜂年祭 所以 基本上 我們可能是因為進幾年來 那個 政府 提供觀光的 取求 所以他會 他一方面是 藝術給 部落一些資源 然後一方面就是希望 部落能夠 透過這些資源 然後來辦蜂年祭 這樣 所以現在差不多 有所謂的 那些蜂年祭的歷程 都是 基本上是由 部落決定日期 然後再交給 現在 他們 他們就會 排一整個程序表 所以 基本上來說 蜂年祭的那個 是從 是從 由南到北 嗯 然後 但是每個部落的 一段時間都不一樣 然後 我們 我基本上是參加 兩個部落的蜂年祭 因為 一個是 爸爸那邊的 爸爸部落的蜂年祭 一個是 媽媽部落的蜂年祭 對 然後爸爸的部落 是在花蓮的 對 就是在吉安火車站附近 就是在吉安火車站附近 那邊叫 納達蘭 對 然後 另外一邊就是參加媽媽部落的蜂年祭 然後媽媽的部落是在 花蓮的 壽工的 第一潭 對 然後那邊叫法鬧 紫南 對 法鬧除南 法鬧就是紫南 是在南邊 哦 除南 對 然後 參加兩個蜂年祭 基本上蜂年祭 兩個地方 差不多 但是只是 都是阿美族的嗎 對對對 都是阿美族蜂年祭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 你覺得 你參加兩個阿美族的蜂年祭 那阿美族蜂年祭 你覺得是怎麼新型的 嗯 蜂年祭來說 當然最主要 阿美族蜂年祭的特色 第一個就是 所謂的年齡階級 嗯 對 我們就叫斯拉 對 他們也叫斯拉 就是一層一層的階級 這樣子 然後 每個地方階級名稱都不同 有的是 創名 就是每年都可以 創一個階級名稱 然後有些是用人的 像我們是用人的 對 然後 然後我們 這個階級 有了之後 然後我們 在蜂年祭大概一個禮拜或一個月以前 就會開始進行所謂的籌備工作 嗯 就是計畫 然後 就開始要統計說 有哪家 哪戶的人需要參加蜂年祭 對 然後呢 要準備一些東西 這樣 然後可能還要 現在 部落比較沒有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多年輕人回去 所以 不像之前 之前的話 我們都是大概一個禮拜前 或是兩個 兩個禮拜前 就要開始搭所謂的 瞭望台 就大概三四層樓高的瞭望台 都用組織搭 這樣子 都是我們年輕人去搭 對 然後 但是現在可能年輕人太少 所以 沒有再搭這個東西 但是基本上還是 形式上會有開會 然後還要 看是要殺牛 還是要殺豬 這樣子 對 就是 殺牛殺豬是哪來 封年祭的時候 就是要所謂 有所謂的奮勇 就是我 今天 我們部落 殺了 因為這個封年祭 殺了一頭女 然後可能有 大概有二十戶人來參加 所以這些女 就是平均分給二十戶的人 對 然後 封年祭 兩邊的封年祭都差不多是這樣 對 那你有參加過都市的封年祭 沒有 因為老實說 我現在是二十 二十六歲吧 對 然後 就在 從小就在花蓮 長大到現在 所以我才說 剛來 臺北 快一個月吧 八月底 我還沒放在那裡 我愛說